她在香港有很多粉絲 兼且很期待她在香港開演唱會 怎料未久一年 她真的來香港開演唱會,很開心 可兒,你不是以為 因為你一句說話 福山雅治就會來香港開演唱會嗎 我想你真的想多了 不過有一件事你也說得對 就是她真的有很多粉絲 不單是香港,台灣也是 日本型男福山雅治 曾經被日本女性選為最理想結婚對象 可想而知她是微靈活化黨 因為她還擔任台灣觀光親善大使 福山還用中文和大家打招呼 而福山粉絲最期待的 當然是偶像即將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的演唱會 不過福山對於第一次舉行亞洲巡迴演唱會 就有點壓力 日本でのドームツアーというのも初めてなんです この年齢 見た目は22歳と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けれども 今年45歳になりまして この年齢になっても初めてのことをこうやって体験できる 初めてのことが体験させてもらえるということに すごく喜びを感じています 喜びと驚きを僕自身も感じています 除了開場 福山早前還參與台灣偶像劇拍攝 跟鄭元昌將軍寧合作 並且唱主題曲 偶像劇的男主角鄭元昌 這日亦現身為福山雅志打氣 這首歌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雖然聽不懂日文 但光聽旋律 我就會有很多的畫面和想像的空間 所以很榮幸把這首歌放到我們市場 我覺得是非常符合我們距離 想要帶給觀眾一種美夢成真 實現自己的夢想的一種氛圍 而導演渠佑玲雖然和福山合作了一陣 但是都大讚福山的演技很精緻 就好像福山的歌曲一樣